142 金融時報 牌照發放在職民營徵訊機構大考剛過小考章至 2015年7月15日新聞3章活動相關徵訊機構負責人表示 何時發放牌照目前還沒有明確時間,徵訊涉及面狠廣 同時也有風險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必須謹慎 對徵訊機構來說,也許大考已過,但未來將會小考不斷 本部記者將活動個人徵訊市場化的集門即將開 外界熱設關注長達6個月的大考結果如何 發放牌照具體時間未定今年1月5日 兩行引發關於做好個人徵訊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 要求芝麻信用、騰訊徵訊、前海徵訊、彭源徵訊 中城訊徵訊、中志成徵訊、考拉徵訊 華道徵訊8家民營徵訊機構做好個人徵訊業務的準備工作 準備時間為6個月、時間半年 這些機構紛紛推出了自己的徵訊產品 市場上也傳出上述8家機構可能全部獲得牌照的積極訊號 上述幾家徵訊機構的負責人均對機者表示 何時發放牌照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時間 大家對徵訊行業的關注是好事 但不必過度解讀監管曾意圖 徵訊涉及的面狠廣 另外也有風險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必須謹慎 其中一位負責人高數機者 發放牌照之前有流程要走 監管部門也要對8家徵訊機構充分巧合之後才能下定論 個人徵訊業務需擴容不過 伴隨著對企業的準備情況 公司的架構、章情、數據來源、訊息的可信度、數據模型的搭建、業務的合規性等方面 現在內的六個月大考結束 對民營徵訊機構發放牌照也將提出 而開放資質達標的企業進場 也符合當下我國金融業及經濟的發展現狀 從國內情況來看 兩行個人徵訊系統中收錄有信貸記錄的自然人約3.4億人 不足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有數據預測 中國個人徵訊市場空間為1030億元 而目前個人徵訊和企業徵訊的總規模為20億元 前者僅佔其中很少一部分 上述客觀條件決定了未來我國個人徵訊市場增長空間巨大 另外,以徵訊體系高度成熟的美國為例 其徵訊覆蓋率已經達到了85% 其中商業徵訊公司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不僅如此 相較於我國徵訊領域僅有兩部條例 美國個人徵訊行業已有17部法律保駕護行 因此,我國徵訊行業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長 避免同質化競爭需要強調的是 同屬民營的八家徵訊機構 均會依託於互聯網大數據來構建徵訊系統 這也符合當下我國不斷上升的網民數量 消費場景多樣快以及數據的實時性現狀 從此前推出的產品及官方消息來看 八家徵訊機構的質重點不同 競爭沒有同質化 例如華道徵訊推出豬豬分 則從應用於租房領域 商戶可以在拉卡拉微信商服平台查詢自己的口拉分 進而直接向拉卡拉小額貸款公司申請信用貸款 騰訊徵訊也以和普法銀行信用卡中心開展合作 普法信用卡中心將接入騰訊徵訊信用評分 反欺詐等徵訊產品 而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推出了個人信用評分芝麻分 使用覆蓋面較廣 再出行、住宿、個人消費貸款 以及申請護照方面均有涉及 民營徵訊機構不僅把自己的信用分數 在理財借貸等金融領域大展權腳 同時也正在向衣食住行 以及更多的金融外場景逐漸拓展 一開始大家其實就知道自己 將潮著哪個方向去挖掘徵訊數據 知道這些數據適合做什麼 並不是所有的數據都適合所有的機構去挖掘 心間不同領域是機構合理的選擇 也是監管部門所希望看到的 有利於行業良性競爭及滿足客戶群體的不同需求 另一位機構負責人鄉記者表示 徵訊行業的競爭並不是盲目的 而對於市場上熱議的徵訊業將百花柴放的觀點 幾家徵訊機構負責人均表示不敢苟同 上述負責人表示 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過度開放市場導致亂象重生 甚至一度增加到二千多家機構 我國目前的確存在供給不足問題 但爆發式增長不一定代表行業能夠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 企業的逐利性會導致其在某一領域的集中度過高 同時忽略一些領域 另外 個人徵訊本身和個人隱私息息相關 所以對機構的專業性要求很高 不是所有人都有權利去拿數據 也不是所有數據都值得利用 對各種因素的考量 同時得徵訊行業將迎來穩步發展的前景 不過 正如所有行業的發展一樣 更多問題將投射到徵訊業 例如 單靠某一機構線上积累的數據是否偏頗 未來能否將多家機構數據整合 或者與央行徵訊系統對接以解決數據原有限 選取為度較為單一的問題 另外 應用場景如何進一步拓展 法律法規如何再保證個人隱私 不受侵犯的同時給徵訊機構更多發展空間 都是市場需要探究的 雖然也許大考易過 但對於徵訊機構來說 未來將事小巧不斷 常述負責人說 對於徵訊機構的